告别这首歌是一首粤语歌 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填的粤语词 这首歌呢想要叙述的是 对于过去一段感情的亏欠还有祝福 两个人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不够成熟 所以不欢而散 后来回想起来才觉得 如果还有机会再相遇的话 一定要好好地祝福他 好好地和过去这段感情告别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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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得太重 未懂得珍惜 Zither Harp 青寒一杯子 承諾說得太容易 從前只懂揮霍機會 未了都不會有下次 緣分來都總失去 真吐得太多能沉默到輕狠 雙方都固執停戰之恩太累 現時易起當初片段 甜蜜的競笑與淚水 不忍逼你留下受罪 若有天可再跟你碰面 若你可真心給我告知 話我知道你竟然在沒留戀 往日那次痛心事緣 有幸可再興奏一次 仍能笑著回顧到昏天 都沉深愛彼此 再重新告別 想起分愛那天 仍覺得虧欠 為彼此的改變 仍然與心保存 遠仍見你生活上 好心別 也有理想陪裏 才能真正 好好放低你 若有天可再跟你碰面 愿你可真心给我告知 说我知道你竟然再没流血 往日打切痛心思愿 有行可再击素一致 仍能消长回顾到分天 都沉深爱彼此再冲心告别 若有天可再跟你碰面 愿你可真心给我告知 说我知道你竟然再没流血 往日打切痛心思愿 有行可再击素一致 仍能消长回顾到分天 都沉深爱彼此再冲心告别 情感经已到此 情感经已到此 作曲的过程其实是在一个工作过后的晚上 在朋友的家拿起吉他就哼唱出来的一段旋律 过了一段日子过后呢 我就决定让这首曲子交给明君填词 歌词主要表达的是一段受到考验的感情 当其中一方面 对对方的生活已经漠不关心的时候呢 每天只是固定地说早安晚安 那这样的日子还要继续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声音乐 柏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不是你 丢下的伏笔 我从不离听 你独住接近 我从不必进 默默在犹豫 还为一席 就已经到此为止 贴着脸对峙 冷静凝视着彼此 未必必就真实 该又怎么诚实 延续不了的句子 笑着说没事 张音的固执 冷我样子 过去日子 就只说早安 晚安 晚安 总有一天 我会习惯 还有你的 没有你的 位置 还会习惯 还会习惯 就已经到此为止 贴着脸对峙 冷静凝视着彼此 未必必就真实 该又怎么诚实 延续不了的句子 笑着说没事 笑着说没事 张音的固执 笑着说没事 张音的固执 我样子 过着日子 就只会习惯 就只说早安 晚安 晚安 总有一天 我会习惯 还有你的 没有你的 位置 该又怎么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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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续不了的句子 笑着说没事 张音的固执 我样子 过着日子 就只会习惯 就只说早安 晚安 晚安 总有一天 我会习惯 还有你的 没有你的 位置 还有你的 没有你的 位置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